各位你們好 這次是我第一次做vlog 或者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Frankie 到28年多了 至於為什麼做vlog呢 其實現在剛剛在這個疫情的時間 我也覺得很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想法和我自己的經歷 或者先介紹我自己 我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讀書 之前也讀完教學學院之後 都是在香港工作了四年之後 就去英國住了大概兩至三年 就讀過石士這樣 然後就回到香港 就剛剛那時候金融風暴 那就流流浪浪 那時候什麼都做過 也做過一些 教公司普通話的課程 然後另外半年 在酒店做了半年的一個管理訓練 之後就覺得好像不太適合自己 然後就回去教書 那就是一間國際學校在香港的 一做就做了十五年 然後在這個2001年 剛剛開始讀這個第二個Master的時候 就突然間又找到一份工在韓國的 就去了韓國濟州島 就工作了大概三年左右 當《御民報》的頭 然後就回去 那由於當時來講 又要回去新加坡 要做那個永久居民的資格 然後又由韓國一搬 就回到新加坡了 然後就在新加坡 某一間學校就做了 御民老師就做了四年 那接著又轉了去另一間學校 在新加坡住了另一間學校 也做了大概三個月左右 然後就去了深圳做事 那我都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的經歷 其實都跟一般的香港人有點不同 因為其實在過去十年來講 都去過很多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工作環境 不同的學校 都做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那其實我相信 都在這個Vlog裡面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的東西 包括說 究竟你在不同的國家做事 又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也可以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那之後我們再聊天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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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